结婚纪念日那天 我生病住院 只是想让妻子陪着我 她却随手雇了一个护工陪着我 说她有急事没时间管我 可没多久她便来到病房 说只有我的血 可以救一个可怜的孩子 出于对无辜生命的同情 我忍着虚弱的身体 陷出了500毫升的血 转眼我便刷到了 她竹马的朋友圈 照片里 她抱着竹马的孩子一脸温柔 文案是 是你及时带来的血救了孩子 需要你的时候 你都在我想 这就是家人吧 我神色淡淡地给她点了个赞 妻子的电话却瞬间打来 她语气急切地开口 我马上回去陪你以后 我都陪着你 可是我不需要了 在医院住了整整一周 林梦都没有出现 从林梦竹马沈次的朋友圈得知 这一周她都在陪着他们 沈次的每一条朋友圈 我都有点赞 每点一次赞后 林梦都会给我打来电话 你别想太多啊 我就是帮个忙而已 你安心养病 没事别总玩手机 你乖乖等我 回去给你做好吃的 而我却不像从前那般纠缠她 只是轻轻回答好 出院这天林梦也没有出现 对面病床的小妹妹 一脸天真的问我 哥哥 你老婆呢 她怎么不来接你啊 我刚刚还看见她在隔壁病房呢 你让她过来啊 原来我们的病房这么近 可这么近 整整一周 她都没走进来看过我一次 我苦笑着 眼里闪过淡淡的忧伤 小妹妹你看错了 我没有老婆 小女孩 还想再说什么 却被她的母亲一把制止住了 口袋里的手机 事实地想了起来 是一条消息 你出院的时候联系我 我去接你 我随手回了个好 却转身拿着东西 离开病房走出医院 又过了三天 林梦给我打了电话 你都住了几天了 怎么还不出院 人家审慈的孩子 今天都出院了 你比一个小孩子还要娇贵吗 你是不是因为我 一直没去照顾你 还在生气呢 哦 我早就出院了 忘了告诉你了 我语气淡淡地开口 回答那边突然没声音了 大概是没想到 一向事事缠着她的我 如今竟然背着她 偷偷出了院 那边一下子将电话挂断 没多久 家里的门便被打开了 林梦气冲冲地走了进来 我不是和你说了吗 出院的时候联系我 你为什么不联系我 从前我试试向她报备 想要得到她的一些 少得可怜的关注 她却总是说我磨叽 让我别来烦她 况且她从来不关心我 所以她那天打开的电话 我以为是她 大发善心地敷衍罢了 我没说话沉默着 走进厨房开始做饭 见我走进厨房 林梦又理所当然地开口 我想喝鱼汤了 还要那个糖做小排 你给我做一下 今天有点累了 你自己做吧 大概是没想到 我会开口拒绝 林梦愣了一下 随后便走到我身边 上前一脸愤怒地看着我 江白你没完了是吧 我怎么了 我平静地开口 回答手上下面的动作没停 林梦刚想在说什么 口袋里的手机 突然响了起来 是审赐儿子录制的专属铃声 林梦有些心虚地 看了我一眼 接通了电话 这房间太安静了 安静到我清晰地 听到了电话那端的声音 妈妈妈妈 我的鱼汤和糖醋小排 好了吗 我好饿呀 我瞬间了然 眼里闪过一丝自嘲 原来是他儿子想吃了 宝宝乖哦 妈妈这就给你做乖乖的妈妈来 挂端电话后 林梦有些尴尬局促 审赐的儿子最近生了病 他一个大男人又不会做饭 我就顺便帮个忙 我端着做好的面条 让出厨房的位置 随口回答 嗯挺好的 见我只拿了一个碗 一双筷子 林梦压着火上前 一巴掌打掉了我手中的碗 我在和你说话呢 你能不能别整那副 要死要活的模样 嗯好的 以往林梦一生气 我肯定巴巴地上前哄着他 他说啥我做啥 而如今我只想好好坐下来吃个饭 他红着眼咬着唇 有些不满地看着我 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事的 走到沙发处 从包包里拿出来两张票 我托关系给你抢到了 你想看的音乐剧门票 本来想着 这周末带你去看的 但是现在看来 你也不是很想去看 没价值的门票 那我就撕了吧 林梦一边说 一边偷偷看我表情做事 就要撕毁门票 我知道他这是在用 我最喜欢的东西威胁我 从前我多次和他说 想要和他一起去看音乐剧 可每一次他都说他忙 让我自己去电视上看 大概是爱得太深 从前他随意给我的小玩意儿 都会让我欣喜若狂 此刻他以为我会和从前一样 满脸动容地接过他的赏赐 可我一想到 和他坐在一起看音乐剧 我就觉得反胃 你不要的话 那我真的撕了 他还在试探 我看着我看向他 他眼底满是自信 他以为我一定会服软 他以为这场争执 他又赢了 可我没有吃完最后一口面后 我直接走到他面前 夺过那两张门票 在他得意的眼神中 直接撕毁门票 然后顺手扔进了垃圾桶了 别人不要的东西 应该丢进垃圾箱里的 我直接开口 戳破了他的谎言 昨天我在审辞 朋友圈看到过这两张门票 审辞晒出两张门票 佩图文案说了 不喜欢看音乐剧 还非要托关系买门票 说要带我去散心 这女人真是的文案里 满是对林梦的抱怨 可我却看出了 浓浓的炫耀意味 她把别的男人 不要的东西 转手送给我 倒也是发挥了 这门票的价值 她不想陪你去 我也不想林梦突然愣住了 她脸上红一阵 白一阵的一时哑然 不过没多久 她便反应过来 又恢复了 她那副理所当然的模样 无所谓了 我转身走进卧室 准备睡觉 香白林梦突然叫住我 我顿住转身回来看她 她眼睛红红地看起来 一副受了天大的委屈模样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我一脸疑惑地看着她 反应过来后 我走进卧室 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 离婚协议书 哦 确实忘了 忘了把离婚协议书给你了 离婚什么离婚 你在和我开玩笑吗 林梦突然急了 快步走到我的面前 一脸震惊地看着我 我哪里说要离婚了 我说的是 你是不是忘了睡前 给我准备热牛奶了 还有你之前 每天睡前都会抱抱我的 林梦语气飞快地 将这异传话说完 一脸委屈地看着我 可我觉得这没什么呢 从前我把她当作我的全部 为了她睡得好 特意每天睡前 为她端来热牛奶 知道她缺乏安全感 每天睡前都要抱抱她 这种不起眼的小事 我一做便做了七年 可如今 她身边已然有了 更合适的家人 她实在没必要再要求我 为她做这些事情 毕竟她已经不是我的全部了 嗯 你自己热牛奶吧 你去找审辞报你吧 我一脸平静 将手中的离婚协议书 递给了林梦 说来说去 你不还是在吃审辞的醋 生他们父子俩的气吗 你一个大男人 有必要喝 一个生了病的小孩子计较吗 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 我不过是看在小孩子可怜 你有必要拿这种小事 威胁我离婚吗 我其实有些无语的 为什么要拿一个孩子来当作 他们暧昧不清的遮羞布呢 林梦一脸委屈无辜的模样 红着眼瞪着我 仿佛我才是那个做了错事 冤枉她的坏人 她深吸了一口气 抢过我手中的离婚协议书 毫不犹豫地 将她撕碎丢进垃圾箱 这样我以后 不去帮他们父子俩了 好吧 离婚这么大的事情 你不要随随便便 拿出来威胁人了 好吧 我搞不懂 我很严肃地和她离婚 她为什么总觉得我在吃醋呢 话音刚落 没等我再次开口 林梦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还是审辞 当着我的面 林梦直接挂断了电话 你看我说到做到 我都不接他们电话了 可那边似乎不死心 一个又一个打了过来 林梦挂断了一个又一个 终于她犹豫地 看着我诺诺开口那个 审辞从来没给我 打过这么多电话 应该是有急事的 我还是应该接一下的 我不是为了她的 我就是可怜 那么小一个孩子 林梦还在跟我解释 我却有些不耐了 问对小孩子 正是离不开人的时候 你快接吧 见我答应了她 松了一口气 连忙接通了电话 妈妈妈妈 你怎么还没来呀 我都要饿死了 文言林梦想起来什么事的 语气温柔地开口 安慰对面 妈妈这就做好鱼汤 和糖醋小排过来哦 等一下妈妈呀 挂断电话后 林梦一脸犹豫地看着我 我善解人意地开口 快去做饭吧 孩子那么小 别饿坏了 听了我的话 林梦上前想要亲我 我不动声色地 避开了她的接触 转身走进房间 你快去给孩子做饭吧 林梦眼里闪过一丝失落 然后柔声开口好 就这一次 我肯定下不为例 我沉默着没回答她 林梦走进厨房 我是飞翼文化木雕的传承人 八年前林梦去我们那里旅游 与别的游客不同 她从不拿手机拍照 只是坐在一旁 撑着下巴盯着我看 她还会好奇地问我 关于木雕的很多知识 然后一脸认真地夸我厉害 我们逐渐熟络了起来 但其实我早就知道她了 我们曾经读过同一所高中 高中时与同龄人相比 我长得很慢 再加上又那项不爱说话 变成了那群人 欺负霸凌的对象 是林梦鼓起勇气 拿着手机闯了进来 从那群人手中就吓了我 从那时起 我心里便落下了她的影子 我没想到我们还会再重逢 可她似乎早就将我忘记了 后来她依旧坐在我身边 看我木雕 直到闯进来一个男游客 指着我便破口大骂 说我的东西卖得贵 是我黑心 没等我开口 林梦便直接站在了我的身前 她的木雕可是自己 一点点雕出来的 人家飞翼文化背后 不知道付出了多少努力 你拿着一个基雕的和木雕的笔 有可比性吗 我看着站在我面前 护着我的林梦 这一次彻底的沦陷了 游客走后 林梦满眼惺惺地看着我说 我觉得你超级厉害 别听她胡说 然后我看到林梦红了脸 小声开口 我好像喜欢上你了 你要不要做我男朋友呀 那一刻我像中了彩票一样 只觉得脑袋晕乎乎的 见我点了头 她直接上前抱住了我 后来没多久 我们便领证结婚了 在一起后 她说要带我走 说大城市更有利于 非裔文化传承 我信了跟着她走了 可没多久 她又说她经营公司好累 每天都在吃外卖 一点也不健康 想让我在家照顾她 我又一次退让了 她见我在家还在木雕 又说满地的木渣 得让她呼吸不顺 让我先停下来 我再一次退让了 我自以为爱一个人 就是要包容她 理解她 为她付出一切 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地妥协退让 只为了让她感觉到爱 可我没想到时间久了 她竟然习以为常了 她竟然理所当然地认为 在这段感情里 我就是那个 无条件服从她的人 想到这里 我突然觉得自己蠢得可笑 我苦恋木雕数十年 却因为她一句话 放弃了全部 我拿出手机 给师妹回了消息 你上次说的事情 我同意了 发完消息后 我突然觉得内心轻松起来 竟然不知不觉 昏昏睡了过去 醒来时已经是早上九点了 我走出房间 看到饭桌上 竟然有两个盘子 盘子里 是我最爱吃的红烧肉 和番茄炒蛋 一旁还贴着纸条 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菜 等我回来啊 我突然有些恍惚 这些年 来的是林梦的消息 沈慈的儿子又生病了 死活不让我走 我陪一会儿哦 这还是这么多年 林梦第一次主动向我报备 可我随手点进朋友圈 却看到沈慈一分钟之前 更新的动态 是一条视频 视频中 林梦和沈慈二人拉着孩子 在游乐园里 开心地跑着 那孩子看起来面色红润 比我都健康 这是生病了 我默默地给他的朋友圈 点了个赞 林梦的电话 立马打了过来 他语气慌张地开口解释 你别多想医生说 孩子需要放松一下 我这也是为了孩子的病情考虑的 嗯 我没多想好好玩玩得开心 说完我便挂断了电话 没必要浪费时间了 毕竟我有更重要的事情做了 我今天约了师妹 要好好聊聊木雕的事情 我和师妹约在了一家餐厅 师兄可算见到你本人了 师父一直和我说 你特别厉害 还经常一脸惋惜地和我说你 怎么能不继续木雕了呢 现在你要继续木雕 我都迫不及待 想打电话给师父了 有好多公司 一直在联系 这条件特别诱人 可我觉得不如我们自己努力一把开公司 我们一起努力 让木雕这项非裔文化传承下去 师妹说的话倒是真的 这些年我总是接到各种陌生来电 说只要我继续从事木雕工作 什么条件都可以 毕竟当年我是从几千名学徒 终被选出来的唯一木雕继承人 我愿意试一试 我笑着开口 眼里满是对事业的渴望 吃饭吃到一半 师妹突然说要出去打给电话 师妹前脚刚走没多久 林梦和沈慈父子便朝着我走了过来 沈慈虚揽着林梦 林梦手里则牵着孩子 孩子嘴里嘟囔着妈妈真好 我本来是想低头避开他们这一家三口的 可林梦却一眼看到了我 见到真的是我 他眼里闪过一丝心虚 随后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 他走到我的面前 脸上闪过一丝愤怒 你不是说没多想吗 没多想怎么还特意跑到这里来蹲我 你是不是看到我的支付记录了 然后特意跑来守着我 我有些无语 之前有一次林梦不小心把自己平时花脚的那张银行卡绑成了我的手机号 从那以后他只要付款我这边便能收到消息 可我没想到 这竟然成了他怀有的理由 见我沉默不说话 一旁的审词将孩子抱了起来 冲着我笑着开口 姜哥 你别多想啊 就是孩子生病了 一直哭着喊着要找妈妈 我这也是没辙了 才找梦梦帮忙的 等孩子好利索了 我就让梦梦回去哈 姜哥你别多声句句都是孩子 可我还是看到了他眼里的得意与炫耀 我搞不懂这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我根本不在意啊 林梦只是沉默着 沈慈能如此嚣张 不过是林梦一而再次而三的纵容罢了 我看到沈慈悄悄掐了孩子一下 孩子突然哭了起来 林梦突然一脸紧张的从沈慈手中接过孩子 妈妈在 宝宝别哭说着 林梦又不满的看了我一眼 江白 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 我跟沈慈就是纯粹的好朋友 好朋友之间帮个忙怎么了 你别胡思乱想了 赶紧回家吧 等我回家 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菜熬 我知道 你们就是朋友而已 快去把我语气平静 面色淡淡的 内心毫无起伏 林梦领着孩子前脚刚要离开 后脚师妹便手里捧着一个装饰精美 小跑了过来 快快快 师兄 看我给你准备的大礼 师妹笑着将礼物递给了我 听到声音的林梦突然顿住 转过身来一脸不可知信的盯着我看 她眼里满是错愕 开口时声音带上了一丝颤抖 江白 我说你怎么突然要和我离婚了 这是有心欢了 作为一个有妇之夫 我知道安全感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有多重要 所以 这么多年来 我身边一个女性朋友都没有 可如今 林梦还在审慈的怀里 却反过来指责我 我神色冷漠地看着林梦 语气冰冷地开口 我可不像你 和好朋友暧昧不清 师妹想到开口解释 却被我制止住了 没必要跟她解释 我不再理会她们 只是一脸欣喜地拆开师妹的礼物 笑着说谢谢 见状 站在一旁的林梦想要上前 却被一旁的嘖嘖拉住 妈妈快走呀 我们去吃冰淇淋吧 审慈又跟着催了几句 她便丢下了我 跟着她们离开了 回到家后 刚坐到沙发上 手机便弹出了消息 关注的博主一分钟之前更新动态 我点了进去 这是林梦曾经为我们的情侣婚后 日常创建的账号 不过每一次发视频的时候 林梦都只发我的背影或者侧脸 从不肯露出我的正脸 我当初一脸诧异地问她为什么 她只是说不希望我被太多人看见 想让我只属于她自己 当时 我还一脸温柔地回答她 好 我这辈子只属于你 如今 新发的视频里 审慈和孩子配合着林梦拍着视频 文案是 爱的人就在身边 男帅女美 孩子可爱 看起来真是幸福的一家三口 不知我这么想 下面的网友纷纷评论 这么多年 博主终于肯给男主露脸了 真般配呀 幸福的一家三口 祝福 我笑着点了个赞 然后随手取笑了关注 我走进了卧室 将新的离婚协议书拿出来放到了沙发上 然后开始收拾行李 考虑到创立与木雕这种非裔文化的公司 还是得回到发源地本身去 今天与师妹协商后 我订了三天后回家乡的机票 林梦回来的比我想象的要快 一进门 她甩掉鞋子 赤着脚直接冲进了我的房间 你莫名其妙取消关注是什么意思 而且我这么晚回来 你为什么一个电话都不打给我 我闺蜜每次回家晚 她老公都左一个电话又一个电话的 而且还亲自去接她 你口口声声说爱我 就是这么爱我的 从前爱她的时候 满心满眼都是她的时候 她朝我大吼说我是大海吗 管得那么宽 而如今我放手了 她却又反过来指责我 这般反复无常 真的让人很烦 我继续手上的动作 与其平静的开口 不是有审辞吗 她陪着你 我很放心见我毫无促意 甚至毫无情绪起伏 她突然情绪缓和了下来 你说是行李干什么 没什么 就是看衣服太多了 需要扔老我懒地告诉她 毕竟又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她狐疑地看了我一眼 没再继续这个话题 你今天为什么要见那个女的 你们还一起吃饭 我就不能见个朋友了 女的怎么了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你别想太多 我用她曾经说过的话反击她 她一时哑然 林梦张了张口 终究没再说什么 她转身离开房间 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 突然又大喊起来 江白 沙发上怎么会有离婚协议书 你什么意思 我不是说过不许再随随便便提离婚了吗 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我的底线 林梦大声斥责我 可眼里满是慌张和紧张 你已经用过这招了 没必要再来一次吧 不就是我今天和审次父子在一起 你生气了吗 吃醋了就直接说呗 我今天发视频本来就是为了给你看的 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 她还以为我在试图引起她的注意 可是 这一次 我是真的想要放手了 她刚要再说什么 口袋里的手机又恰到好处的响了起来 这次竟然不是审次 是她的秘书 林总 刚刚有个叫审次的男人过来了 她说是您让她去技术部当总监的 我打电话给您确认一下 电话里的声音全然落到了我的耳中 林梦心虚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便搪塞对方 等我回去再说便直接挂断了电话 见我沉默着不说话 林梦开口解释 审次一个人带着儿子不容易 她挺有能力的 我想着别浪费人才 我直接开口打断她 那是你的公司 你怎么用人 那是你的事情 我一脸平静 可林梦神色却慌张了起来 她蹲下来 试图从我的脸上看出一丝不满 抑或是吃醋 可都没有 我放在一旁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弹尽了一条消息 屏幕清晰可见 是师妹发来的消息 师兄 你是订了三天后的机票是吧 林梦装作若无其事地扫了一眼我的手机屏幕 看到消息的那一刻突然愣住了 半想 她与其颤抖 你 你要去哪里 什么机票 记得把离婚协议书签一下 我没回答她 只是起身收好行李 林梦跟着站了起来 眼睛红红地看着我 一把扯过我手中的行李 我和你说话呢 你要去哪里 别闹了林梦 我们离婚吧 我一脸平静地开口 看向她的眼神 毫无情绪 林梦伸出手 想要拉住我的手 却被我躲开 她攥了空荡荡的手心 这一刻终于意识到 我是真的要和她离婚 告诉我吧 你到底要去哪里 好吗 没什么 我就是最近烦得很 想要出去转转 我面不改色地扯着慌 没必要告诉她一切 毕竟她已经不在 我未来的规划里面了 出去玩吗 那我陪你一起去啊 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 要一起出去玩吗 不必了 我想一个人 见我果断开口 毫不留情地拒绝 林梦一时愣住了 从前 我多次和林梦 提起说要出去旅游 可她每次都一脸不耐 说我不知道心疼她 每天只想着玩乐 若是放在从前 林梦主动和我提及出去旅游 我肯定乐颠颠地跑去收拾行李了 如今 我只觉得烦躁 那你要出去玩几天呀 林梦巴巴地看着我 眼里满是讨好 不知道 看看吧 我随口回答 接着 我转身 朝林梦正色道 林梦 把离婚协议书签了 林梦却突然再次拿起离婚协议书 将她再次撕碎 我不同意 咱俩在一起七年了 怎么能离婚呢 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宝宝吗 我们生个宝宝好不好 不好我一口回绝 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多次提到想和她有个宝宝 可每一次她都找各种借口搪塞我 说什么身体不好 得好好养养身体 还说什么工作太忙了 等等再说 时间久了 我便不提了 安慰自己说 我们彼此相爱就好了 可我内心是非常渴望宝宝的 这也是为什么 林梦最初和我说 去照顾审次的孩子 只是提前学习一下 如何照顾宝宝 她说的时候 我满心欢喜地以为 她终于打算和我有个宝宝了 可如今我才明白 那不过是她用来敷衍我的话术罢了 你不是最想要个宝宝了吗 林梦一脸诧异地看着我 眼睛红红的 你不是已经有儿子了吗 我反问 你是不是还在生气 我知道我最近是冷落了你 你生病我却去照顾泽泽 还总是陪泽泽出去玩 我承认 我确实有些过分了 可毕竟审次是我的朋友嘛 我保证以后离他们父子远远的好嘛 那是你的事情 我走进书房 想要查询一些木雕的相关资料 林梦却跟了进来 我现在就给审次打电话 让他们父子俩以后不要再找我了 好不好 我现在就打说着 林梦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拨了出去 怎么了宝贝 是想我了吗 对面立刻接通电话 语气暧昧得很 林梦颤抖着手 心虚地看了我一眼 随后正色开口 沈慈 你说什么呢 别乱叫 我给你打电话 就是为了告诉你 以后别有事 没事找我了 你儿子总生病 你找我干什么 我又不是医生 以后别再找我了 那边很快反应过来 是不是姜哥生气了 要不然我给姜哥打电话 解释一下吧 我们之间真的什么也没有 反正 你以后别再找我了 说完 林梦便要挂断电话 可电话挂断的那一瞬间 那边突然又传来了 泽泽的哭声 妈妈 我不是你妈妈 林梦一脸惶恐地盯着我的脸 生怕泽泽 再说出什么过分的话来 梦梦 泽泽还小 你胸塌 他会做噩梦的 电话那边 沈慈无奈开口 说着 那边便传来了 泽泽更大的哭声 沈慈怎么哄都哄不好 梦梦 泽泽晕倒了 挂断电话后 林梦面露难色 老公 你也听到了 泽泽晕倒了 毕竟是我刚刚说话过分 吓着了孩子 我还得得去看一下的 我跟你保证 这肯定是最后一次 以后他们父子再怎么找我 我都不会理他们了 对不起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等我回来 我们一起去旅游好不好 最后一次 每次都说是最后一次 可谎言的尽头 又哪有那么多的最后一次 快去吧 孩子的病可耽误不得 见我一脸善解人意 林梦感激地看了我一眼 老公你真好说完 林梦便拿起包包匆匆离去 我看着林梦远去的背影 已经记不清 这是多少次他弃我而去 而此刻 我心如止水 林梦前脚刚走 后脚我便改迁了航班 改成了下午的那堂 这座城市 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了 再多待下去 我只会觉得窒息 去机场的路上 林梦还在不断地给我发个消息 大概是怕我生气 他罕见地给我发了几十条消息 后面甚至发起了语音 宝贝 这孩子也真是的 医生说幸好送得及时 宝贝 照顾孩子可真累啊 以后我们有了宝宝 你可得多照顾一下 老公 你说我们去哪里旅游好呢 几十条消息 我都没有回复 大概是见我始终不回消息 那便有些急了 电话打了过来 老公 你在干什么呀 你看到我给你发的消息了吗 怎么不回我消息 林梦 别再找我了 这时广播里传来登记的通知声 听到声音的林梦突然慌了 你怎么在机场 你不是说等我吗 你怎么自己先走了 你等等我好不好 我现在就来找你 不好说完 我便直接挂断了电话 转身登机 下了飞机后 我刚打开手机 便发现里面有几百通 未接电话和消息 全部都是林梦 刚要将手机关机 他的电话再一次打了进来 本不想接通的 可突然想起来 要催他签离婚协议书 老公 你终于接电话了 老公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你不让我陪你去 那我到时候去接你好不好 电话那端的林梦 与其温柔 一副什么都没发生的模样 我不回去了 我与其平静地开口回答 那边似乎愣住了 半想才反应过来 我听着电话里 林梦哽咽的声音 不回来了 这是什么意思 我在这里 你为什么不回来了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我 我跟你道歉好不好 真是稀奇啊 这还是在一起这么多年 林梦第一次向我道歉 可是 晚了 我不需要了 新的离婚协议书 我已经邮寄给你了 抓紧时间签了 我不签 你拿一份 我便撕一份 那我不介意起诉离婚 我语气淡淡地开口 电话那边的林梦 似乎没想到 我能如此决绝 意识没了声音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刚挂断电话 手机便弹出来消息 是审赐发给我的 是一个视频 视频中 林梦最眼迷里地缠在他身上 二人纠缠在一起 衣服越来越少 到了后来 画面虽然被遮住了 可视频里传来的声音 还是暗示了一切 我将视频存了下来 然后什么也没有回 大概是审赐见林梦 最近对他态度大变 一时感受到了危机 可我早就不在意了 现在 他这一番举动 只会让我觉得幼稚 回到家乡这边后 我开始全身心地 投入到事业中去 每天上午 我与师妹协商公司的 相关事宜 下午 我则一个人 静静地刻着木雕 日子这样重复着 可我的内心却无比充足 这期间 林梦日日夜夜 给我打了电话 见我不接 他便发了几百条消息 我烦得要命 直接换了新的手机号 世界终于安静下来了 可这天 我刚开完会 准备去工作室课木雕 刚走进工作室 便一眼看到了林梦 见到我 林梦一脸激动地跑了过来 你看 我们真是心有灵犀 我就猜到你回来了 怎么样 这么多年没碰木雕了 现在感觉还顺手吗 林梦一脸温柔地看着我 可眼里的紧张 却出卖了他 你没必要来 我语气淡淡的 像是面对一个陌生人一般 林梦似乎是被我的态度伤到了 他哽咽开口 都过去这么多天了 你怎么还在生我气啊 我们都老夫老妻这么多年了 你就别生气了 跟我回去吧 我摇了摇头 我说了 我不回去了 那你不回去的话 那我在这陪你也好呀 我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这还是头一回 他向我妥协 回去吧 那边还有人在等你 我轻笑着看着他 眼里满是释然 大概是被我毫不在意的模样伤到了 林梦有些急了 谁等我啊 你说审辞吗 我不是说了吗 我俩只是普通朋友 真的什么都没有我好笑地拿出手机 当着他的面放出了那段视频 林梦脸色煞白 语气颤抖着 我 我不知道 我那天喝多了 你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地自我欺骗吗 你想要婚外情的刺激 又想要美好幸福的婚姻生活 既要又要 你觉得这样可能吗 林梦愣在原地 捂着脑袋一副痛苦的模样 那天和你吵架后 我难受得很 就和审辞喝了几杯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就算我和审辞真的发生了什么 那也一定是因为我把他当成了你 我直接开口打断了他接下来的话 别再狡辩了林梦 其实你什么都知道 你只是一味地沉浸在温柔相中罢了 做了为什么不敢承认呢 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出轨了 又能怎样呢 我已经让位了 只要你签了离婚协议书 就可以和审辞正大光明的领证在一起了 从此以后 你们就是快乐幸福的一家三口了 这样不好吗 不好 我只想要你林梦满脸泪水地看着我 眼里满是痛苦 我知道我错了老公 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 我真的只是一时糊涂 我不过是因为当初审辞把我抛弃 想要报复他一下而已 我从始至终 爱的人只有你啊 突然觉得很好笑 从前我们每次争吵 都是我一脸卑微地求他原谅 如今 我们二人之间的位置竟然倒了起来 原来 不爱了便不会心疼 只会觉得厌烦 从今以后 我彻底跟他们父子断了好不好 我把他们父子送出国好不好 林梦话音刚落 沈慈便领着儿子走了进来 见到林梦 沈慈一脸欣喜 终于找到你了梦梦 你不在家 儿子一直哭着喊着要妈妈呢 说着 沈慈便将嘖嘖推了上来 可林梦却一把将孩子推开 孩子找妈妈 你领着去找他亲妈 我又不是他妈妈 找我干什么 你们父子以后能不能不要再找我吗 你们是乞丐吗 每天就知道找我施舍 沈慈一脸震惊地看着林梦 梦梦 你怎么能这样说我 你忘了我们曾经 你还有脸说我们曾经 当初是你为了富婆抛弃我的吧 如今你被富婆甩了 现在知道回来找我了 你吃我的用我的 一个软饭男罢了 你根本比不上我老公江白半点 二人争吵了起来 孩子在一旁哭得撕心裂肺 我被吵得心烦 直接替他们报了警 他们走后 我将林梦带来的礼物丢掉 然后坐在位置上继续木雕 我知道林梦不会善罢甘休 可没想到他速度这么快 第二天一早 我刚到公司 便看到林梦站在同事中 与同事们聊得热火朝天 见我来了 林梦热情地跟我打个招呼 老公 老公开公司这么大的事情 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我有经验可以帮你的 我没理会他 直接叫来了保安 将他亲了出去 江白 你真的要对我如此狠心吗 林梦不甘心地朝着我大喊 别纠缠了林梦 我已经起诉离婚了 江白 我们在一起七年了 你真的舍得放弃这段感情吗 林梦泪流满面地看着我 眼底满是不甘心 其实止损才是最佳解 我语气淡淡地开口回答 还有 别再纠缠了 现在的你 我只会觉得 脏文言 林梦愣住了 呆呆地瘫坐在地上 我毫不留情地转身离开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我都没看到林梦 后来看新闻才知道 林梦当初让沈次空降公司 技术部总监 而这些天 沈次一直在暗中勾结公司财务 转移财产 林梦得知后 便匆匆赶回去处理了 可还是回去晚了 他回去的时候 沈次已经转移了 公司四分之三的资金 卷款逃走了 在后来的事情 我便懒得关注了 我的公司开得很成功 无数年轻人 从全国各地赶来 只为学习木雕这项飞移 年底 业内大会颁布 最具潜力的公司 我作为公司总裁 上台发言 台下掌声一片 我一眼就看到了台下的林梦 他满脸是泪 却笑着给我鼓掌 我一开目光 继续着我的发言 结束后 我回到工作室继续木雕 林梦走了进来 坐在我身边 拖着下巴盯着我看 半想 他开口 我好像喜欢上你了 要不要做我老公 不要我起身离开 留下林梦一人 坐在原地哭泣 没多久 我便收到了林梦 寄过来的离婚协议书 还附有一封信 信上只有几个字 我会再将你追回来的 我手里拿着信 看向不远处的林梦 随手将信丢进了垃圾桶里 毕竟 在同一个坑掉两次 这是很可笑的事情 全文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